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潮聚焦 把人类的基因移到猴子的脑袋里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消息 我个人满,把它对比成就像编辑基因婴儿差不多 但它更甚至,基因编辑婴儿呢 它是在改变人的基因,对吧,改变人 它诱发出的事情呢 它诱发的事情就是当时11月25号出的事情 它宣布的,然后12月1号出现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风波 中美贸易谈判跟华为等同在一起 就是同一个事件 孟晚舟出事出现在同一个事件 它宣布把人的基因放在猴子的脑袋里 应该是在基因编辑婴儿的基础上 走向了更大的邪恶 这是完全是走向了进化论的概念 对吧,那个基础一定是达尔文的基础 他都不把他自个儿的脑袋里的基因给移到那个机里面 对吧 他自个儿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那是谁的人的基因呢 这是,而进化论的 他的背景就是最,本身达尔文的背景就是对神的侮辱 那是完完全全对神的侮辱 而今天中共把它落在实处上 CNN报了一篇文章说 中国社科学院是科学院的教授 在这个科学家们 他说如果叫科学家 那他把人脑子都可以这么砸 人跟猴进行砸种了 那人跟猴进行砸种了 那东西也叫科学家 那东西也叫科学家 所以这是走到极致的一种标志 我没算是哪天弄的 大概三四天前四五天前出的事情 那出的事情 但这是一个标志 这是一个中共体制之下 更加走向更加邪恶的一种标志 没什么其他可讲 因为我们这讲的内容是一脉相承 就是从生命的角度顺着讲下来 那它是什么 就是它代表是中共体制一定是扼杀人的 从精神的层面 从肉体的层面都是杀人的 就是任何能够唤醒人自尊的东西 只要稍有人性和自尊的东西 都是共产体制本身 共产党体制本身扼杀的对象 这个我以为这是一个 大家要从那个角度去理解的话 如果就不会单纯谈论在一个利益的简单的层面上 我吃亏了 我们家房子被拆了 如何说 那是一个真实的 那对个人是百分之百的伤害 这是没错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根本 你要知道它的根本 你就会对这个问题是一种释然 同时你可以看到 它存在的 它存在的本身 对每一个今天遇到它的人 有着一种更高的境 就是更高境界的一种 一种命运之所致 而不是单纯被拆掉了一个房子 这是我常跟大家对比的 就是说 原始天尊的十二门人 为什么遭遇了这个 为什么遭遇了这个 三宵姑的 三千姑三宵姑的黄河镇 而这三个人呢 恰恰又是赵姑明的妹妹 而三个妹妹出来呢 主要是替兄弟报仇 是人中的情感 而他们代表的呢 却是色欲 因为他们后来被封的神 是主管人间的声誉 那而这十二个门人 一碰见这个女的 女的这个东西的时候 咔就全毁了 他又叫黄河镇 而黄河呢 又是中国人的母亲 他在给讲述 给我们后人讲述了 一份道理 一份生命的道理 一份生命的境界 那种博大的道理跟境界 是几千年来的古人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轮回转世 在演示给我们今天来看 两代人乃至中间隔代人 只要两代人的歌手 音乐人的东西都被下架 原因他们触及到的内容是一样的 这个张学友的 《人间道》被下架 这是上辈的 对很多今天年轻人都是上辈的 而李治的所有东西都被封杀 这是这一代 所以这完全是两代人 两代人 两代著名歌手 李治可能是在这一次就更会有名了 两代歌手 他们触及到了同样的生命的内容 共同遭到了中共的封杀 这是大家看到 这是在中共共产党 习近平共产党 在操控的过程中 对人的这种罪孽 来反衬着人的东西 就是人性的东西 跟中共体制本身生命的东西的冲突 这不是政治 千万不要认为是政治 粤语 人间道唱了三十年 苹果音乐突然下架 引起热议 人间道讲的是1989年 天安门广场的世界 那作曲人都已经没了 作曲人都已经没了 这个人已经做古了 做古了 所以他当时是90年的电影 倩女幽魂2 人间道 我没看过 哪天看看呢 大地江山 怎会变成这个邪海滔滔 世间怎竟是无间道 这里邪海滔滔无间道 是来自佛经的 是指地域深处 摇指了当影射六四 在六四三十年 中年的时候 被拿下 六四 你可以打解读成政治屠杀 但它是真正的 生命上的冲突的表现 对吧 邓小平在各种环境中 获得了利益 最后杀掉了 最后屠杀掉 就是直接侮辱掉 在中共体制之下 给他恢复尊严的 恢复一切的权力的 胡耀邦 那从而在民间引发了 这一份冲突 那引发的这份冲突呢 人们没敢去 王丹他们没敢去说 推翻中共 只是说 得恢复正常的社会环境 他们就都被杀了 这就是人间道 所以 中共的体制 守心守背 都是杀人的 毛泽东是守心 习近平 这个邓小平就是守背 今天的习近平 又回到守心 或者他要整只手 整只手 还是共产党的手 那这个做法就是了 这个做法本身就是了 他讲了太多的 当时的背景 我个人觉得 无所谓了 在八九六四之后 很多香港人移民 跑感叹家园 变成邪海 滔滔过不去的 这都 就是那么 就那么回事了 他有了一种采访 情感的 偷偷放在这首歌里面 推特上讨论 当年张国荣 跟王祖贤的影片 里面也有着 政治隐喻 里面包括了 梁冠被流放 是 那这些都在 其实这些都对那个环境的痛斥 正常人在那个环境下 在被权力者 被屠杀者 一旦他开了杀戒 他就可以什么都做 无所谓 已经杀了人了 所以这是对那个环境的解释 但他 同样缺少认识 就是共产党本身的 你可以看看 当年的梁振英 同样是反共的 1980年 然后今天的梁振英 是谁 对不对 当年的林郑月娥 也是反共 今天是谁 这就是这个 就是他反共也好 他拥护共产党也好 在人的层面 今天的缺憾 是对共产党的 真正的撤股的认识 所以共产党 把他们玩弄于手中 而他们在 中共的本身的 这种玩弄呢 一直在重复的 没有任何更新 今天习近平当政 他也是重复的 他同样是重复的 但这里他大多解读成 是一种政治隐喻 但他不是政治隐喻 他不是政治隐喻 在BBC的报道里 也提到说 黄晓明和韵诗 这些人 已经被指为 台独的歌手 他的作品也都被下来了 也都被下来了 这是一种政治 这是一种 你与其说是一种 政治封杀 你不如说 这就是在应对着 应对着 这个叫什么 撒旦最后就像一个大淫妇 那苹果音乐 同样就像贵岛的 为了他的钱财 为了他的利益 同样失去了生命的尊严 就是苹果 苹果音乐就像一个 被奸淫被奴役的 一个性奴一样 那被奸淫和被奴役的性奴呢 为了满足奸淫者的快乐 他要迎合上去 基本就是这样 黑豹的 黑豹乐队的东西 和香港知名的乐队 包括崔健的专辑 崔健的专辑 旗下蛋都没了 那黄有明对 人间道被禁 直接讲了 过了三十个秋天 隔离了两个制度 他还是要跟你算账的 因为他是活的的 我觉得他 因为他是活的 他是生命来的 他是活 他是生命来的 去年刚将 iCloud 中国iCloud 交给了云上贵州 那可能是因为政治压力 而被迫的 静歌引起了苹果 对科技领头羊 进入中国市场后 难以回避的政治妥协 和与否之审视 我觉得这些都比较 就我个人以为 就比较浅薄了 因为当你把中共 停在政治问题上 去讨论的时候 就是浅薄的 就是浅薄的 他浅薄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说 达基是个坏女人 你只能说 达基是个妖怪 我说的意思是正 李智遭到全网封杀 李智的微博账号 公众账号 全都被封 所有歌曲被下架 取消23场演出 那到底出了什么大事 那李智呢 曾经创作过去 创作 曾经为六四创作过去 这是他基本讲的 环球音乐榜 这个讲说 李智的微博 微信账号 全都被封杀 QQ音乐 网易的云音乐 全都消失 全都下架 这是一个整体性 任何触及到 就是任何人 任何作品 特别是文艺作品 文艺作品 音乐作品 电影作品 它会在民间社会 最底层引起共鸣 这是中共惧怕 而任何引起共鸣的原因 都是让人们恢复到 人性的思考 这是中共不能接受的 因为中共是杀人的 所以要求他统治 被统治的人 不能有任何人的思想 我觉得这是他 真正关键的原因 不是政治关系 当然一有人的思想 一有人的意识的时候 中共就无以生存 所以他的党的组织的一切 一定要下到人间 下到民间 那他的党组织 今天渗透到各个大学 海外的各个大学 是同样的原因 这是一种生命的束缚 精神的束缚 对吧 精神的束缚 那在精神的束缚上 就是生命认识的束缚上 产生作用之后 你的肉体就是一个 就快烂肉 你没有任何操纵肉体的能力 那理智的东西是类似的 理智的东西跟那个无间道的 人间道的概念是类似的 所以在人间道里面 这个它里面同样把共产党 隐喻成是一种魔鬼的概念 那是幽灵嘛 对不对 其实里面有着生命的探讨了 其实如果我看过之后 会给大家一个精彩的评论 我希望是 环球音乐榜说 相关的贴文也被删了 只剩下理智的团队的官方 没有遭到关闭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没发生任何情况 唯一的情况就是理智说了实话 在他的当说了实话的时候 人都是带有人的自己灵魂的本性 只要触及到人的灵魂的本性的时候 人们会自然有反应 就像我跟大家说 说苏小明那个歌 八六年当时唱出来 那是触及到人的本来 那人们就自然会对他有所印象 当时的人们对苏小明 确实都非常推崇的 就是说没见过女孩子是这样的 这么讲没见过女孩子是这样的 这真是当时关键的地方 而人们整个氛围都像人性当先 那种氛围在恢复 那种恢复它是自然的 每一个人都是原体 所以我一再讲它不是政治 理智创造了很多过去广场 90年的春天 人民不需要自由 多次遭到封杀 然后就讲这一次的封杀 它只能以这种称病的方式来回避 那人们认为它称病的方式完全是回避的 完全是回避的 按照理智的性格 如果身体不是会 应该会在身体好了之后 再增加训练的 那现在不是了 微博公众号歌曲全都封杀了 显然就是封杀 而理智没有做任何解释 他不能解释 他不能解释 那什么时候会给他解禁呢 那可能六四 三十年六四之后 可能会给他解禁 对吧 可能会逐渐恢复 所以他就是这么来的 大家也明白 大家也明白 那中共也很表明 我就惧怕你们 人性的恢复 人性的唤醒 我们惧怕那个时间点 我们惧怕我们知道时间是个神 其实中共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处理的也非常的坦白 那这样的一次一次的反反复复 走了三十年 只要有一次没翻过板来 就是说中共只要有一次没成功 他就全失败 所以中共一直在赌命 而其他的人 真正的人 在中共的赌命的过程中 他只是一个过程 一个看清中共邪恶的过程 所以你记住中共是赌命 只要他死一回 他就全死了 皇权路上无老上 周末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